我們從小人看我寶寒 人家比較熟悉 人家比較不會清潔 拍宣傳影片 介紹台南人的早餐牛肉湯 想選台南市長的民進黨立委 葉宜津特意在廣告中 加上注音 拉選票大小通吃 這句話就是因為 中年轉業的危機 不管是中年危機 全年無休 還是牛肉湯 影片中出現的文字 給你滿滿的 啵啵啵大平台 可是葉宜津不是才高喊 丟掉啵啵啵啵 啵啵啵有什麼路由 那是一種的注音 這是一種的注音而已 你要在人和重要科技 要給你啵啵啵啵啵 而月底電視證件辯論會上 葉宜津提倡廢掉 台灣特有的注音拼音 遭網友抓包 去年12月 這支選舉宣傳影片 啵啵啵啵大放送 只不過隔了兩個月 葉宜津就轉身擁抱 羅馬拼音 如果捨棄注音 改羅馬拼音 實際找民眾念念看 繞口令 s 就是沒辦法分別 漢語拼音可能會聯想到英文唸的方式 但是他跟英文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竹影符比較好 学生们反应最直接 就怕立委为选举开支票 打乱台湾语文传统 现在竞选影片被翻出来 变成去年爱注音的夜仪金 打脸今年费啵啵啵的夜仪金 记者杨奇浩 邵玉敏台北报道